加冷一个停车场将建造一个临时游泳馆 作为我国明年7月主办世界游泳锦标赛的赛场之一 举行游泳和花样游泳项目的比赛 临时场馆将有4800个座位和两个泳池 丛委会表示是在考虑了成本 室内体育馆和国家体育场的闭馆时间等因素后 做出了这个决定 附近的华侨银行游泳中心 到时将举办水球和跳水项目